中国大陆疫情大爆发 却也是大解封 只有专家担心会不会有新的 而且更危险的变异株传出来 甚至遍及全世界 那么现在呢 其实就有学者发现 其实在中国大陆就检测出 非常多Omicron的变异体 尤其是包括BF.7 它特别的容易逃避免疫 这有可能就是感染数激增的原因 只是现在并没有任何科学根据来证明说 随着时间推移 这些病毒有可能会慢慢的变得温和 反而现在有学者担心的是 在中国大陆这14亿的人口 其实人口是非常的庞大 免疫有限 就怕当感染源的浪潮来袭的时候 往往会伴随新的变种产生 也就是说一旦有人确诊 接下来就又要担心了 是不是有新的变种发生了 那么现在专家担心 新的变异株可能会传播出来 甚至是编辑到全球各地 那么对此呢 其实日本就宣布 12月30号之后 就恢复中国大陆旅客 只要入境到日本的话 就必须强制的快晒检测 而对此呢 只是台湾也有意识建议 只要有像这样子入境台湾 从中国大陆入境台湾的话 也要做口水的PCR 而王毕胜今天就宣布 从1月1号开始 要做唾液的PCR 就针对这些 从中国大陆直航的班机 以及这个小三通春节的班机 的旅客 都要来做这个唾液的PCR检测 那么来看到的是 我们TVBS也推出了 TVBS娱乐头条 只要扫描QR Code 就能加入LINE的好友 带您掌握 这些娱乐明星的最新动态 包括这些台前幕后的 所有消息 让你娱乐讯息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